台中科技大学中护健康学院综合大楼新建工程 今天在台中市南屯区举办开工动土典礼 副总统赖清德也来到现场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台中科技大学中护健康学院 其实在1997年就取得南屯校区约7公顷土地 但是20多年来一直没有动工 幸好经过立法文员张廖万坚 和新纯黄国书多次协调努力之下 2021年10月5号终于在副总统赖清德的见证下 举办开工动土仪式 特别是张廖万坚委员以及各位委员的鼎力协助之下 这个综合大楼可以在今天动土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喜事 我特别代表蔡英文总统前来 立委张廖万坚说 中护健康学院南屯校区新建工程 这几年因为营造成本增加 没有厂商愿意投标 最后在教育部把原本8亿多的补助提高到13亿多 才终于顺理开工 预计在两年后的2023年底完工 立委和新纯说 希望中科大中护健康学院的成立 能够带动中部技职教育的发展 那这样综合性的一个技职学校 我们期许它的校园规模应该要更大 那所有的设备要能够更现代化 更数位化更智慧化 能够赶得上现在产业的变化 以及我们现在对人才培育学生的需求 其实一路上面临到很多的问题 包括社区的沟通 还有包括发包的不顺利 因为当时的物价指数各方面都已经飞涨了 跟104年都不一样 所以在后来经过我几度的协调 也实在是没有那么顺 去年遇到疫情 那发包我知道 学校一共历经了5次的流标 一直到今年的6月的时候呢 终于有一家厂商 我们在地的城中很愿意来乘坐 第一批是护理学院要过来 那护理学院有三个系 一个是护理系 一个是长照系 一个是美容系 那初步大概有2000多个学生会过来这边 那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10年 我们希望打造工程学院 机密工程学院 那可能未来就针对园区的 机密园区的研究 我们来培养机密科技的原人才 中科大校长谢俊宏也说 多亏张辽万坚立委的帮忙 才能让这次工程顺利动工 副总统赖清德在致辞中表示 高龄化的台湾需要更多看护医疗资源 中护健康学院南屯校区完工之后 对于老人服务事业相关人才培育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健康学院也着重在 护理、美容跟老人服务三大领域 不只提升教育品质 还能带动台中市南屯地区的 经济工商教育繁荣 记者陈文旭、李嘉金、李金生 台中报导 到105年我当选立委之后 因为地方的经...